第五题,某生在亦有颗度的容器倒入90毫升的开水,如土所示,再放入冰箱冷冻库内使其结冰,以至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1公克,冰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0.9公克,若不考虑容器本身的脏缩变化,则容器内的开水完全结冰后,其冰面颗度最有可能为下列哪一个? 我们看到水结冰之后,我们的密度变小了,体积膨胀了,所以它要比原来的90毫升要多一点,我们看到呢,1跟0.9差不了太多,所以呢,应该膨胀也不会太多,因此我们就可以猜,答案呢,应该是选以颗度100毫升,但是呢,我们也可以认真努力地计算,我们90毫升的开水就是90公克,因为水的密度是1, 1毫升就是1公克,1公克就是1毫升,那么根据公式D等于V分之M,我们晓得V就是M除以D,那么,水有90公克,冰块之后也是90公克,因为水结冰,我们的质量不会变化,那么,冰的密度呢,是0.9,所以除出来呢,就是100毫升,所以我们就知道,我们的刻度应该是放在以刻度100毫升的地方, 第五题问我们说,其冰面的刻度最可能为哪一个刻度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以刻度